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郑文燦策告了以后 他应邀在企业界讲话 郑文燦突然语出惊人的表示 他希望参访中国大陆 也希望两岸春暖花开 他希望在这个位置 能够为台商跟两岸付出贡献 那这些话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们暂时不去评论他 郑文燦现在显然是透过了他的老前辈 这个老前辈叫做红旗昌 那红旗昌 希望海基会真的不要再跟八年蔡英文的海基会 一样做不了任何的事 所以他希望郑文燦能够开创新局 同时各位要理解到 红旗昌他个人退出了新潮流 但是他经常穿梭于中国大陆 那从这一点 他算是民进党内对大陆事务了解 比较多的一个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郑文燦讲 他希望到大陆参访 到大陆看看 可以说应该是受了红旗昌的影响 然而中国大陆会不会同意郑文燦去中国大陆参访 他跟傅昌奇有什么不同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我香港的好朋友 港台大白话的节目主持人 陈锦胜兄跟各位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姚兄好 您认为 郑文燦担任海基会董事长之后 中国大陆可能去邀请他去参访中国大陆 或者他跟中国大陆沟通联络 希望去参访中国大陆 可行性高吗 刚才有华兄介绍了一个人物 就是洪旗昌 这个洪旗昌 虽然现在年事已高 比我应该还大几岁 那么他现在对中国两岸关系 他是采取比较友善的一个态度 那么如果说郑文燦 在520以后 担任了台湾海基会的董事长之后 如果他有设办 想去中国大陆参访的意愿的话 我想如果说中国大陆 这个官方主动邀请他 像对待国民党这样的 不一定会成事 但是如果说他通过洪旗昌 或者其他的渠道 表达他自己想去中国大陆 进行交流来吻合 这个两岸的关系 我想对话总比对抗好吧 我想应该会接受他要求 但是要他主动递出橄榄枝 那么我想两岸关系 大家都是希望和平 但是你要和平 你要怎么去争取和平 如果说民进党 你把台独的神主牌 把他从民进党党纲里面去掉 那么我想可能就是 郑文燦能够去大陆进行参访 我想大陆也应该欢迎 所有的民进党的高官 民进党的各个当政者 会邀请他们去中国大陆 我可以说郑文燦他想到中国大陆去 他本身自己有参加中港澳的业务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还有就是说中国大陆来台湾 几次的交通事故 就我所知郑文燦都有去祭拜 就我所知他都有去祭拜 甚至于也有去慰问家属 尤其只要发生在桃园的 他是一定到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郑文燦担任桃园市长 他曾经跟桃园机场 已经讲好了 就是说尽量尽量就是旅遇 大陆来访的观光客 或者是学术界人士 这些郑文燦都有做 那我没有否定郑文燦 事实上这些事 因为有一些事是我部分参与 所以我了解这个中间的情况 他的确是民进党内的鸽派 我们就讲鸽派好了 他也是民进党内 希望对大陆能够开放的一个 但是他坐这个位置 现在上面又有秋锤 秋锤 那又有吴钊燮 那我想请问一下 没有这一些人的放行 郑文燦能够参访大陆吗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现在再来看某一些事情 就是金门二一四事件 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解决 那郑文燦上台 他要对中国大陆释放善意 只有从金门二一四事件着手 否则的话 他还是用拖的 中国大陆不会相信他 那第三个 就是说郑文燦虽然本身 他有他的沟通联络的管道 但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 通通都讲 你必须跟我官方接触 必须跟我官方接触 才有海基会 你不能透过海基会 来跟我们接触 那您认为 郑文燦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参访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真的会同意吗 景森兄 我觉得 郑文燦是现任的 台湾行政机构的布格区 那么他的位界 比邱锤正也好 吴钊切也好 都要高一等 那么现在因为赖清德 上台以后 把他安排在海基会 做董事长 那有各种说法 说他是让他冰冻在海基会 也有说养老会 但是郑文燦年龄也正值 这个六十几岁吧 六十五十五岁 他也是正值这个当年 壮年吧 我觉得呢 他还可以在这个两岸问题上 做出一番事业 问题就是 他是否有这个影响力 去说服 这个赖清德 要扭转赖清德 对两岸的一些观点 当然 刚才有华兄介绍了 郑文燦是属于 民进党里边 是一个对两岸关系 这个属于是这种隔牌 也算是能够 这个受放善意 如果有他来出面 如果赖清德支持他呢 我想呢 他会在两岸关系上 做出一些成绩 当然 当然 你应该先有一个投名状 就比如说 这个214事件 你应该按照中方的一些要求 能够拿走 那么这个事件 能够如果得到 在郑文燦的手上 得到解决 那么你会在以后 两岸关系下呢 你才能迈出 这个一步 刚刚谨慎兄讲 他是副隔魁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的好朋友 张俊雄 他是隔魁下来以后 担任海基会董事长 他的权力比郑文燦还要大 郑文燦之所以会到海基会 这个不是说赖清德给他历练 而是说赖清德是希望 他这四年的执政之内 不要出现一个强劲的挑战对手 这个对手现在看起来只有一个 两个 一个就是郑文燦 一个就是陈其脉 只有这两个人 是赖清德的对手 那郑文燦之所以到海基会 而不能够留任 傅格魁 他主要的根本的原因 他毕竟他在新潮流 北流他有一定的影响力 况且他又是民进党选对会 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召集人 现在虽然不是了 他是民进党内 少数也非常懂得选举的人 那赖清德就是怕这个人 从到当年2019年 他赖清德挑战蔡英文的复册 所以他就把它发配到边陲地带的海基会 我刚刚讲过了 张志宏也好 其他人也好 都讲了一句话 希望官方对官方能够恢复对话 你赖清德在视讯会议 他也讲了 希望两岸能够恢复对话 但是这个对话 绝对不是指海基会 而是指陆委会 跟国财办 他们想透过官方对话的方式 来给美国一个交代 因为美国说你们赶快恢复对话 所以他们就希望 一直想用官方对官方 金门二一四事件 之所以卡在这个地方 就是官方对官方不为中国大陆接受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郑文燦想要到中国大陆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那除了你刚刚讲的台独党纲 金门二一四事件之外 你最重要的 郑文燦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讲一个中国 所以当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 那请问你如何访问中国大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胜兄 好 谢谢有关兄 好 谢谢有关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欢迎订阅 如果您将受认为